哈喽大家好,我是惠惠 到了二月底呢,真是我们花有兴奋激动的时刻 因为现在即将迎来爆花时刻 那么怎么样让我们天作可以实现巨大的一个花样呢 我们看一下哈,米利亚现在还在生态状态 我建议大家现在有花的全部摘掉,摘完 摘完了之后呢,并且把我们基部的所有的黄叶子老叶子全部清理掉 比如说像这颗哈,冬天冻过的这个叶片呢 它已经出现了微红,而且它已经出现了这个冻伤的组织部分呢 它可能会烂掉,黄花掉 我现在呢,发了很多的新叶子起来 我就建议大家把这种快要烂掉的,或者说已经烂掉的,全部清理掉 然后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定要施肥 我建议大家在二月底这次呢,给它施花多多一号,均衡肥 让它整个植树呢,可以长得越大,芽呢,可以发得更多 那用了一号之后呢,建议大家在下一次大概吃到时间左右 再给它试一次 二号,如果你想一老眼,你就直接用奥绿来撒一大一把就OK了 那如果说像史达利亚或者其他类型的肥料 它其实使用瓶子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肥料不同的用量 以及它的使用瓶子,再去给它肥料定性 我们大概是多久给它试一次 怀利圈圈之魁的养护,还有什么不懂呢 也可以用户柜留言 各位的花员实现你的花员梦想 下期不见不散,拜拜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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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